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机采用6英寸 分辨率为2160x1080的SuperLCD3全面屏 搭载高通骁龙652处理器 4GB内存 前置双500万像素镜头 支持人猎模式 主摄像头为1200万像素 支持光学防抖 内置3930毫安时电池 据悉该机的官方售价为3299元 1月15日到25日预售期间可以享受99元抵300元的优惠 话说回来 假如这机子是采用骁龙660的话应该会很火 但骁龙652的话呢就难说了 不过前几天 索尼发布的Xperia XA2 Ultra国行版售价跟这机子相近 但配置看起来就显得更加信仰一些 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在新方面已经确认Galaxy S9系列新机将于2月份的MWC大会上发布 根据SanMobile的报道Galaxy S9和S9 Plus已经现身美国FCC网站 前者型号为SMG960U 后者为SMG965U 结合此前的Geekbench 4跑分数据 S9 Plus美版搭载的是骁龙845芯片 整体性能比骁龙835提升了30%左右 此外 周末的时候晚上也曝光了Galaxy S9的包装盒叠照 从列出的新机特性来看 Galaxy S9的主摄像头升级至F1.5或F2.4可变光圈 支持超级慢动作拍摄 以及拥有AKG立体声扬声器 外观方面Galaxy S9的指纹识别模块被移到了摄像头下方便于够到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一些关键元器件采购成本增加 产业链称 S9系列新机的售价也会受到波及 大家猜猜国行版会买多少钱呢 1月15日上午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在2018年微信公开课Pro上 回应了微信相关的一些问题 首先 张小龙再一次强调微信不会去看用户的聊天记录 也不会给用户发任何骚扰的信息 他举例说 年底很多产品都会做一些活动 纪念用户过去一年的一些情况 而微信不太会做这一些 这估计是在说致网年度账单的事儿 而关于微信公众平台 张小龙也提到了几个消息 一是公众平台的apps很快会发布 二是苹果公众账号的赞赏功能即将回归 新的赞赏功能将是对作者进行赞赏 而非公众号 三是用户将能够在手机端公众号进行简短内容的创作 听起来像是发微博 最后呢 张小龙强调微信从未想过把订阅号做成信息流 如果用户一定要看信息流的话呢 可以选择微信看一看功能 有趣的是 在活动开始前 张小龙在跳一跳小程序游戏里面取得了967的高分 据说他最高曾获得6000多分 也是有个无聊的 微信小游戏跳一跳刚推出时 曾被玩家质疑涉嫌抄袭欢乐调频 这款游戏是玉璧旗下的Catch Apps工作室在2016年推出的 当时双方都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 今天Catch Apps宣布跟微信达成战略合作 并公布中文名为开去宝 未来还将在微信平台上线数款小游戏 双方将发挥各自的优势 为用户提供有趣并极具挑战性的游戏 在今天的2018微信公开课Pro上 腾讯高级副总裁张小龙称 跳一跳是当时很匆忙做的一个演示游戏 但其火爆程度超过了预期 最高日活量达到了1.7亿 而目前微信系统里面能够看到的 全国有30多人可以玩到3000多分 但肯定有开挂的 张小龙称将会邀请这30多人去微信公司现场玩 验明正身后可以拿大奖 大家要不要赶紧先练一练呢 OK进入评论回复时间 首先这位网友啊 嗯我只能告诉你依然会有惊喜吧 然后这位网友如果技术成熟的话 感觉也不用等个10年以后啦 最后欢迎常来评论哈 那今天的问题请听考咯 1.你凭自己的本事玩跳一跳的话能达到几分呢 2.三星今年的Galaxy S9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 好啦本期的潮子讯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风潮科技官方微信账号好机友 回复技巧机哥会把所有的玩机小技巧推到你怀里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